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桑普论证的时间 又到夜晚了,星期一夜晚5月13号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支持桑普频道,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每月订额捐款 以及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果敢给本人看完广告 也都看完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谋生方法 我当然是否靠这个谋生,当然不是 我希望有多些的钱能够帮助到台湾的社群 也希望协会能够做更,未来在这些年里面 可以有处备更多的弹药做未来的活动 也希望帮助得到一些应急的需要,尤其是一些手组 有位手组最近是中风 希望大家明白这些是,我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尽力可以帮到他们 无论如何都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一些有正习的 支持一些你认为有正习的这些评论人 不是帮他的声音好听啊,他很好笑啊 或者是这些东西,听一些真的有内涵的节目 这件事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的presentation,说真的不是很好 我自己都经常检讨,我自己是否有些东西可以谦虚一些做进步 我不是什么KOL,我都讲了一次,我不是opinion leader 也都不会是key,所以我只是希望做一个commentator 就是正正常常,做一个真正正的评论人 这个是做一个public intellectual,你顶多这么说 我不会觉得是KOL,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去捧我 你是捧杀我,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今天我们讲一宗新闻,不是讲刘世良的 刘世良我们迟些有机会再选择 好像他说的,星期日说的 不对于各方的一些质疑,我们会选择机会来回应 我们会选择机会继续讲刘世良的,我就是这么说 如果有什么东西呢,可以看我们4月20多号 南华早报的那段片,再讲一次它caption是什么名字 不要紧,看我桑普之前的片,我都讲了我的分析 那不是讲完的,讲了大部分我的分析 当然,在这个星期五之后,在消失的档案的Facebook专页 也有新的文章,涉及到罗恩惠和当时的记协主席 就是岑以兰,就是岑以兰的对谈 现在当然记协主席是陈朗胜,已经是物是人非 当然是岑以兰他当时身为记协的主席 也都讲到涉及到当时一位总干事 他的一些故事,自己去看 我就迟些有机会再recap这个故事 还有再整理一下增点在哪个地方 希望大家重复一句 大家要讲刘世良的话,我都希望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不会再继续说 你批评分佳卿 很多人不知道分佳卿是谁 刘慧卿,Emily Lo,你批评他,你就是鬼 你不是鬼,你中了中共计 你批评了Martin Lee,又是鬼 不是鬼,又中了中共计 你批评了何俊仁,批评了民主党,批评了民协 批评了公民党,这些是鬼 不是鬼,怎会批评那些东西呢 就算你不是鬼,你当然是中共种你鬼分化嘛 是吧 这种东西,见好就收了 很多这样的说法 今时我将这些人物代之以刘世良 你看看有多少人在这些说法 我只是说 诚实 正直 谦虚 不要搞小动作 不是卖动自己的化妆术 Spinning 就代表 You're so great OK 拋书包是可以的 拋书包不是去confuse 或者是去使别人觉得你高人一等 而是你要有个point 你要证明一个论点 要引述有关的事实去做一件事 而不是盲目地 即是不断地拋不同的书包 在那里晒冷地 show off自己的知识能力 我都可以show off自己很多知识能力给大家看 但我告诉大家 我们要focus在那件事去做分析 而不是万无目的的炮鼠包 但我知道很多人 喜欢听那些万无目的的炮鼠包 由几灯诗 讲到去荷里活 又讲到去什么什么 很喜欢听这些东西 但我只是说 你的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听我 我会有个核心的价值观 有些人就是听下去的 就是说 有时候是左 有时候是右 有时候是说那样东西 有时候是不知说那样东西 自己是一套 然后后面又是另一套 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我会觉得 我也不会压 我也说我不想跟你竞争 那些点击率 赚什么钱 你喜欢去听他们的 今天继续听 喜欢听我的 又喜欢听他的 这些欢迎 我都不会在一个地方里 就是做一些 就是 盲目的比较 我只是说 It's not comparable OK 两样东西 没有比较 你喜欢吃完香蕉 又吃一下饭 又喝水之后 又吃个花生糊 吃完这个芝麻糊之后 想到街上 又可以买着香泥拜拜 没问题 那你就各有所好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是尊重大家的自由 我真心尊重大家的自由 但是我坚持做一件事 就是说 我做每一个节目 都一个focus 接着讲了新闻之后 做有关新闻的分析 focus 就不在那里 乱炮书包 由马克思说到几个东西 是没意思的 to me 我这些东西全部读 说真的 Modernity Post modernity Modernity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读过 我都知道他们讲的什么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康德 什么十二犯愁 纯粹理性批判 我可以吹出一大堆 给大家听 但是这些吹法 在这麽埋笼 在这麽埋笼 你不是回答一个特定的问题 是吧 你将你学到的知识 融会贯通是很重要 而最要的人 诚实 正直 欠虚 有错要认 打就站定 要肯道歉的时候 就要去道歉 时间是有限的 希望这件事很重要 星期日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了 我相信 你说我好交 好理想主义 好人道主义 哎呀不知世途险害 我怎会不知道 OK 我只是说做人 不会做这件事 我不会去到那麽准 OK 但 错的事 我们一步一步说出来 当越来越多的事证 不断地发烤出来 我相信未来 我预计会有更多的事证会出现 也预计有更多的传媒的朋友 能够将这些事证搜集起来 那麽很多东西 就会逐一地引出新的一些说法 然后有人说 哎呀 爆料的人 是雄底的 有没有搞错 是吧 即是你这麽说法 你是不是 这个是诽谤 是吧 第一件事就是 哎呀 爆料这件事不是雄底 中计论 中计论 就是共产党 希望你们分化 所以说 当年你是 骂司徒华 骂李柱銘 骂刘慧卿 骂刘慧卿 善仲佳 骂李永达的人 全部都是鬼来的 是不是 可以这样呢 你问一下这帮人 他会不会同意你的说法 事过境迁 当时可能火遮眼 现在你回想 不是 那你共产党 是否很开心呢 我只是说一句 我们 都算是唯一民主派 本土派 大约都起码反共的人士 批评A军 但是共产党 事隔一个星期 大公文会 香港商报 星岛头条 任你数 有没有去批评过A军呢 那如果共产党 要真的借 这些所谓的 我们这把口 来继续踩多它一脚的话 Where is it? 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 后天会不会 我不知道 第一个星期过了 You tell me 你不要告诉我 其他事情 我只是说 一个人 如果不诚实 不正直的话 其实跟共产党有什么分别呢 是吗 我只是希望 用A军下 能够好地注意这件事 不是 的话 越来越多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欲救无从 机会终止 然后接受 结案陈迟 最后审判 这件事 我不希望 你道歉 你解释清楚 你把有关的东西 说清楚它 不要 spin the way 去 cloud一些批评你的人 是共产党的走狗 奸细 间谍 就好像我以下说这些 这一只心是一样 我说了九分钟 你在说 这件事 你不断识别人不行 但有证据证明是间谍的 就像英国这样拿出来 是吗 英国伦敦警察厅 在今天13日 表示 已经落案 起诉三名男子 违反当地的国家安全法 英国的国家安全法 说他们涉嫌协助香港情报机构 即是香港国安 以及触犯英国的外国干涉罪 三人将会在今天被带到法庭提堂 那我们迟这张密切关注他们最新的状况 可能我录的时候 和大家看的时候有时间差 可能你会掌握这么多的市政 三名男子被指控协助香港外国情报部门 即是基本上是国安 违反国家安全法 英国的国家安全法 第3括弧1和9条 以及被指控触犯外国干涉法 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第13括弧2和7条 被控的三名男子 就是叫做 维致良 Peter 就叫做Peter Leung 38岁 来自泰晤士河畔的士坦斯 另外Matthew Trickett Matthew Trickett 有个好似英国人的名字 37岁 来自梅登克德 以及冤冲彪 冤冲彪 我会讲一下这个人 63岁 来自哈克尼 三人将会在今天 在伦敦西敏治地方法庭受审 就是过堂 其中63岁的男子 冤冲彪 他这个被判男子 逆阴姓姓 是圆 那他是什么人呢 我会讲一下 他是圆 蟲彪 蟲就是一棵蟲树的蟲 就是木字边做了工 林彪的蟲就是虎字边三撇 那这个圆蟲彪 基本上呢 就是翻查资料 他和特区政府铸铛经贸版 行政经理英文名字相同 今天极有可能是这个人 而这个人是什么呢 让我讲一讲 那独立媒体正向商经局和伦敦经贸版 ETO查询 是不是有相关职员被捕 不过他当然不回答你了 总之 就是抓了特区政府铸铛经贸版 说真的 美国国会已经是出了个报告 呼吁关闭香港铸美的所有经贸版 也都严谴所有的官员 法官 检控官员 也都是给到一些难民更多的quota 给他们进去 以及呢 永久禁止 去给一些攻击性的武器 比如那些什么胡椒蛋啊 那些什么TG 给香港警察 怕他镇压人 这个报告这四点很重要的 英国是不是应该要跟进 以及建言施齐 都一模一样呢 是不是 袁重彪这些人做这些事 是特区政府处伦敦经贸版 行政经理 是不是 哎呀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现在被称是间谍 他的老板不是间谍 整间ETO不是间谍 他ETO就是蝸蟲 香港间谍 想在英国做中共奸细的人 而这些中共奸细的人做些什么呢 大家心知肚明啊 对罗冠聪是怎样的 对其他异议分子是怎样的 郑文杰、罗冠聪 你自己 you name it 他们怎样对付这些人 而这些东西 是不是在英国这样的样子 你猜加拿大没有对付其他人呢 你猜美国没有对付其他人呢 一样有 你通缺8加N的人 这些人 一个一个给你招呼 用一种Deterrence的方法 恐吓他们 恐吓家人 中国道 一个重要的公民记者 张展被捕 已经很久了 揭发这个疫情期间 封城的各方面的问题 你一揭发 一网上开闭 立即被人抓 抓去之后 关到现在 坐完监了 判完了 一放监 立即监视居住 送回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不知道他的家里 还是一个秘密的囚禁的地方 继续做 就像当年对江青那样 江青是90年代初的时候 被保外就医 其实保外就医就是 混进去监房的另一间房 这是保外就医 除了是自杀 瓜老臣 其实关到老 关到死 就是这么基本的 那张展会不会这样呢 我也是很担心 现在尤其何俊仁已经入狱了 以前他维权 就是维权的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很多都关注在中国里面的事 现在呢 各个都已经呢 低调再低调 甚至已经是 就是停止运作 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样可能再继续关注这些事呢 可能还有媒体 可能还有各方面的一些 精明的记者 通过不同的网络呢 收集到有关的事实 报道这些真相 所以张展是很难得的 同时又看一下 原从彪是几个灰索 是几个邪恶 是几个邪恶 是几个赌咒为弱 为李嘉迟 为共产党 安前马后 做什么呢 中共的走狗 去跨境 镇压 威嚇 以及脅迫 一些在香港 流亡到当地的人士 监察当地的公民社会 收集情报 匯报给中共知 英国的港人 发生了什么事 所做的 就是这么猥琐 这么邪恶 这么离谱的行为 因为英国警方又表示 试除上13人外 早前另有8人 因为涉嫌违反 英国国家安全法 第27条被捕 大部分都是于 约克郡被捕 未被控的七男一女 已经在上星期五 就是5月10日 之前 获得释放 这个希望大家要明白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这些资料 也了解一下 究竟这个是什么水 翻查Renews 他就很精心地说 究竟是什么水 他就在那里翻查 袁崇彪 崇彪 63岁 就是Renews 直接说他是一个 港府驻伦敦经贸版行政经理 他了解他被指英国聘用人手 跟踪监视在英国港人 例如刘祖迪、罗冠聪 行动更是代表驻伦敦经贸版 而为的 这一点 是已经有这样的一种了解 袁崇彪等三名被告 在今天中午在伦敦西敏子法院提堂 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保释 你看 对不对 就是打香港国安法是一个耳光 你不是经常说要参加国内法例的 对不对 香港所谓国独裁国安案件 以保释为例外 以激压为原则 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全部都是这样做 好了 英国怎样呢 英国就是 暂时无需答辩获准解释 按照英国国家安全法 哪里会以保释为例外 以激压为原则 你看 47人案未审先压超过三年 47人案是去年 不是去年 即是三年前 2021年 228事件 香港的228事件 1月已经开始逮捕57人 接着之后 真的激压 就是2月尾的事 哇 已经到现在 超过三年时间 未审完 他都未判决 因为未判先压三年多的时间 以保释为例外 以激压为原则 其他案件 我不用说了 You name it 立场新闻案 这个黎智英案 支联会案 很多的都是这样 喂 英国给这三个人 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保释 我其实都很生气的 这些人你给他保释 不是吧 是民主自由国家的国安法 按照Due Process 那么法庭觉得都不需要保释 我认为呢 如果你不用他保释 英国政府日日勾他线 一日跟他的话 It's really smart 是不是 做人做事 不是放人一马 就代表我对他仁慈 放人一马 是给他机会 他继续勾勾搭 跟其他那些中共势力继续看 究竟跟谁讲电话 逐个线勾 偵測他用什么新机 新的电话 新的晶片 跟谁人聊天 你隐藏电话 用国安拆解你的Decoding 跟着逐个去尋线追寻 very good 禁止你出境 ok 那你无需答辩 获准保释 保释当然有条件 是什么 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都未清楚 但是 保释 on bail 不代表你cord bail 不代表你 是什么都可以做 那这个英国 很厉害 不知MI5 或MI6 或什么 你们这班人 真是很厉害 但是香港呢 就是独裁 就是手起刀落 ok 独裁国家国家安全 不值一切 民主自由国家 例如英国 台湾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柳西南 先值得大家去尊重和捍衛 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 犯就是犯 史就是史 不会说捍衛一本法 和捍衛一本法 和捍衛一本法 是同样价值 那么根据renews 林二宝说 63岁的原藏标 在加入驻伦敦经贸版之前 曾长年任职香港警队 多年来曾以交通中央情报统筹组组组长 水警西分区指挥官 和法例检讨及策划警司等名义受访 在警署里面 至少做过交通 周星馳在路边烧鸡翼 还有水警 好像丙豪那样 要叫水警过来 还有法例检讨及策划警司 还是法例检讨 证明你又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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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闻闻冒 好像亨敲异象 OK 你知道了 李家超就出门做了些秘密的事 两个认识的 南华早报 又是说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我不知道是否乔叔在里面 2002年 当时乔叔已经退休了 93年已经去加拿大 OK 南华早报2002年曾报道 袁崇彪曾经和当时建议是总警司的李家超 袁李大家知道 一起修读澳洲查理斯特大学公共政策及管理碩士课程 可见他们数有形式 在封面上的贴宝福相 即是这个 图片上的贴宝福相 就是这个 袁崇彪和李家超的照片 声声相识 是不是很开心呢 所以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的一个人物 是不是 那他如何跟監罗冠聪 南卓巴 刘祖迪等人 大家都清楚 港府目前未回应 有关案件的查讯 当然也不会回应 反国队又不去回应 这个 美国驻港澳总令司梅鱼帅 对香港的批评 今天交给民建联 工联部做示威 接着呢 这件事 问邓炳强 究竟要不要回应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邓PK PK等 要不要回应这个 袁崇彪 你们的人被拘捕这件事 这个人 是不是就是你们的驻伦敦经贸版行政经理 而他被拘捕 现在被保释 香港政府是不是要强烈牵责坚决反对 和英国断交运 驱逐英国驻香港的总令使馆的人员 对等报复 go 战狼 骂他 一天最坏都是英国警方 说我们间谍 这帮人就是间谍 这个很基本的就是 香港政府 中共政权 多少间谍 他一方面反间谍 一方面派出那么多间谍 滲透那么多地方 其实英国和美国 你说有没有情报人员在香港 当然不会有 但是他们会不会 搞得好像袁重彪那样 跨境镇压 就是在香港的英国人 我问你 英国的间谍就算在香港 美国的间谍在香港 会跨境镇压在香港的英国人 你今天 我也很感谢 在近百日 面对这个怨鸣光归香港 被香港的高等法院上诉庭打成禁歌之后 大家知道禁令海外 并没有法律效力 而这个港府不施压希望 用Google和YouTube 网站跪低配合 令歌曲在香港永久消失 但超过一百名港人 在英港人 在英国的列斯 一个活动高声合唱 在台上 以钢琴伴奏的艺术家 大家知道 我多谢Ricke Choi 就让言 就是 蔡维己 也都是让言 要继续大声唱的 而港人组织 大家都知道 亦都负责人认为 证券开拔 港人透过音乐 艺术重建力量 至于港府继续出口述 现在已经交代熊市 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去回应 当然不得要领 活动是一个名为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班 事业用人道支援基金的一班 我觉得很多谢他们两位 筹早筹款的一个慈善音乐会 由港人组织列斯 手足连线去筹办 除了由港人表演之外 邀请了Ricke Choi的蔡维己 表演他的作品 《香港狂想曲》 负责活动的人Coe 表示 本来没有打算安排 众人合唱愿荣光归香港 但 适逢高等法院上诉庭 班下禁令 就决定加入合唱环节 他又说不见香港人 因为忧虑风险而辞而过 我们Coe Rageous 继续这样做 而Ricke Choi都说 本月稍后 将会在伦敦国王十字路火车站 即是King's Cross and Pencris 是公共钢琴 即是Dr.K用那个 再奏愿荣光归香港 承传 萧邦 Chopin 这些音乐家 透过音乐抗争的精神 而Coe 就形容这一次合唱 是为参与者带来希望 Hope Faith Love 认为就算蜂蜂 榮光这粒种子 永远是藉在大家心中的 那大家知道 这个就是大家 我们的心心念念的事情 绝对会继续坚持下去 不会趋折 不会折夺 我们会继续勇敢地去承担 去做一切的事情 另外大家知道 独立出版社 进一部多媒体 即是由丁南翔教授 我很熟悉的一位朋友 他今天在社交媒体宣布 由于在香港再难出版 我们理想中的书 5月8日已经结业 《进一部多媒体》 在97年6月在香港创落 初时是由资深记者江瓊珠 和乐诗会前总幹事 莊陈友去主理的 2016年 由近年移居台湾的学者 丁南翔接任社长 也是何志军的先生 他们出版的第一本书 叫《从米兰到鑽石山》 是由江瓊珠 赚水有关金浩梦神父的故事 2020年 《进一部多媒体》 曾出版 《陈建文 欲中书简》 这本书便是绝版书 幸好我都有一本 同年出版戴耀廷的著作 《爱与和平 未原的抗争之女》 是这个出版社最后一本的出版物 出版社会末代社长丁南翔 就在公告中指出 感谢工作伙伴论者支持 令他们在27年间 留下了160多本书 这些文字就算是进一步 不复存在 也都会流传在我诚的记忆之中 只要我们当中有人没有遗忘 就一直都会流传 也要多谢丁南翔的教授 在台湾继续透过《星月书房》 去出版这本《小热光》 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本书 《星月书房》 就是我想在台湾的在台港人 《人手一本》 就是和这个书店有寿 也希望大家和丁南翔、何志军 两夫妇去商议欺购 很多谢他寄了一个好的字给我 桑普希 《共勉》 《志军》 《南翔》 《2024年3月》 这本书是企画的就是丁南翔 《日之》 一起一起做 说什么 你看这幅图片也知道 是吧 是谁啊 周幸彤 我想大家知道这个说什么 《维园》 的股市等等的东西 这本《维本》 我会觉得 你禁到一本 禁到一套羊串 禁不到每一个不同的人 自由人 一本一本地出这些说 共产党是越禁 越红 你越禁自己 你越禁一阳村 不就有小竹光 你禁到月明光归香港 全世界都有演奏 冲上iTunes的首几名 所以说 你越禁 我们会越努力 以前国民党 白色恐怖时期 有些国粉 你千万不要听这段 国粉的事实 是告诉大家 在蔣艾石 蔣经国年代 你禁王春风 是不是 你禁这些 很多不同的歌曲 包括 后来 当然 解研之后 刑发一百条 修改之后 当然 言论的自由 获得保障 否则的话 你可以继续 倒序天光 禁灭火器 禁灭火器 禁一大堆东西 OK 但是已经没有了 台湾已经没有禁锅 反而香港 从未有过禁锅 现在开始有禁锅 那现在 我们只是说 将这些东西 流传起来 保存起来 不要丢掉它 是不是 他刚刚说的 陈建文欲中输解 戴耀廷的爱与和平 未完的抗争之旅 保留它 绝版的了 希望大家 在不同的地方 取得有关版权 不要像有些人那样 不拿版权授权 或者 声称 其实未必有 声称有口头授权那些 就不要做这些事情 真的要拿足版权才做事 是吧 不要说拿不到版权 拿不到版权 你不要做事 做人就要懂得做 就是 错就要认打 就要站定 我觉得这是基本原则 那最后讲个笑话 这个都不知道是不是笑话 香港01引述林定国 在商台881访问 说欢迎市民 批评政府 林定国是谁 律政司司长 又说所有官员都有气量 尽可能畅所欲言 你畅所欲言 我们很有气量 我们 方丈为人 不小气 说 笑林之十八同样 他说 做人这些亮度 我没什么所谓 你说我蠢过一只猪 难道我真的蠢过一只猪吗 不会的嘛 这个我想是 今日笑话 真是 奇有趣 唉 真是叫做 是猪 你都不要说这些东西了 是那些猪的人 智商有些低的人 先说完就说 你说我蠢过一只猪 难道我真的蠢过一只猪吗 不会的嘛 说真的 有人呢 我不可以说 人的智商 所有人 全人类的智商 每一个人呢 都会比 任何一只猪 都会来得高的 就是 人有手指有长短 猪都一定智商的 猪的智商 其实跟一个小孩 可能没有什么分别的 就是 寶寶没有什么分别的 寶寶没有什么分别的 猪都懂得判断是非的 哪个地方要走左右的 分辨到不同的东西的 一定智商的 OK 喂 林定国 我就不知道 你的智商 有没有高那只猪 我真的不太清楚 但我只是说 这个问题 不是蠢与不蠢 这个问题 不是蠢 OK 林定国的问题 是奸 习今的问题 不是真的猪头蠢 而是他 邪恶 暴政 暴虑 吻灭人性 林定国 紧跟共产党 走上一些 崇尚虚假 崇尚邪恶 崇尚斗争的道路 这条不是 不是蠢那只猪 是奸 是魔鬼 OK 这个是我最要 重大有扣问的一点 所以你要转移 知道要怎样 所以所有东西变成stupid 不是stupid 是evil OK 希望大家要明白 不过你何时见到 猪 是知道自己蠢的 明就明 不明就黎明 下一节再说